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中心社的记者袁超 我们现在来到了2021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现场 提及大数据相信大家并不陌生 如今大数据已经贯穿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你感觉到现在的生活已经变得非常便捷的时候 其实事实不止如此 未来的生活将发生大的改变 跟随着小心的镜头一起去打卡未来的生活 帅不帅 帅 这个的话是我们华为联合那个Jetmaster联名设计的一款 华为智能眼镜 但它呢就是可以接打电话 也可以听歌 比如说你走在街上对吧 有人打电话来你不再需要去讨手机 只需要轻轻地敲一下你的进腿就可以接电话了 像你现在戴的这个它还是可以适配于我们近视眼用的这种 对对对可以去配自己的一个镜片 它真的是那种立体环绕式的那种那种感觉 像这种的话如果和我走在一起挨得比较近的人 他们会听到里面的影院吗 几乎听不到 就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耍帅的时候不想摘墨镜的时候 可以保持我们的一个通话还有音乐的这种这种体验是非常好的 我们在那边发现了一个数字菜场 菜场也能数字化 我们一起去看看 你好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个数字菜场吧 我大概给您说一下我们这个数字化菜场呢 它最重要的一个好处它首先是可以上素缘 上素缘的话我们比如说是在一个白菜 我们是在哪生产的 然后最后我们在哪发货过来 然后一直到它农产检测是阴性是阳性是否合格 然后都可以追溯到 像正常我们菜场老板就是文化水平可能说不会太高 你让去操作再一种我们常规的这个收音系统 在这个界面上他可能不懂 但是我们这个素缘餐的话他可以通过这个摄像头 然后我们把菜品放在上面 它会进行一个识别 然后我们只需要输入这个菜品的价格就可以了 大数据确实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便捷 逛了一天的书博会 我现在感觉到非常的累 想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 听说他们家有一个智能床 现在跟着我一起去体验一下 这个床是可以在我们平躺的时候 把我们身体的一些指数给它测量出来 现在我就要躺上去测量一下 我昨天都没有休息好 好怕今天测出来什么 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了这个东西就是我的身体的一个实时的一个数据 现在我们是在进行一个五分钟的体验 我在这里躺了五分钟以后 然后我通过我刚才的扫把 然后就会有一份我的体检报告 这个床真的实在太舒服了 五分钟过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体检报告 像我的近息心率 还有近息呼吸率 等于一系列的这些指数 全部在这个体检报告上是有体现的 看来都还挺正常的 进程中我们一般跟那个医用的督导也做一个对比 如果同样在静态的情况下 我们的整体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 我们这个疫情我们分约三级 比如说你刚刚出现不严重 这个时候我们后台会通过那个手机微信的方式的了解那个状况 那么我们继续会跟踪 如果你连续出现了 我们后台有个管理师在判断的 我们需要要上门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从养衣服的角度 我们通过那个社区服务中心管理人员 到了人家里去上门了解老人的一些状况 他是不是昨天累了 干活了什么原因的 再把我们返回过来 那我们继续跟踪 因为上级的时候呢 我认为那很严重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希望呢就是通过家庭签约医生 来上门去根据我们的报告 我们的一些建议 他就跟老人去交流或者上门 如果需要就医的 那么他建议老人去就医 这样呢形成一个闭环 通巢啊 夺记老人 对吧 这个是非常一个干许 因为子女不在身边 那么平时你不可能每天去看着他 那么通过这个数据 通过他的状况 他有需求的时候 我们就会上门就 今天大家跟着小新一起去摊了馆 相信大家和我一样 对未来的更加智能的生活 肯定是充满了期待 那么今天我们的探馆就到此结束了 拜拜